各位 之前有一位聽眾 留言在這裡 想我說一下關於權力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也挺好說 因為我喜歡說這個題目 因為這個題目可以發揮很多東西 我們現在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蔡英文 華春瑩、華大媽和蔡英文針鋒相對 當然 代表兩岸不同的政權或政治體 就表述了一些不同的觀點 蔡英文基本上 就是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體 是一個獨立的外國 即是台灣 無關他客觀上 原則上、理論上 他的真正的國號 就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這個中華民國的歷史 就經過很多個階段 我們純粹說歷史 就可以很快地快速手畫 第一個階段就是 辛亥革命成功之後 在南京成立的臨時政府 這個臨時政府 是一個很鬆散的 或者他權力很有限的 一個政治體 但是這個就是新國家 當時 大清帝國仍然存在 因為清帝未曾順位 在武昌起義之後 全國各省都紛紛獨立 然後急召 孫文 孫中山回來主持大國 這裡要叉開講一講 很多人說 孫文是一個仆街 有一千個理由 我講事實 由 月未第一次廣州起義 1895年開始 孫文所領導的政治力量 就是 所有一心想顛覆 大清的政權 和消滅大清的政權 這些反叛勢力 我們可以叫做革命黨 的唯一 可以有全部革命黨共識的政治領袖 和領導人物 我們有 華興會 光復會 和 和 輕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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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不同的革命組織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省份 我從小 我們讀中國的歷史 最重要是講事實 譬如說 張炳倫 張太炎 王興 和孫文 最初他們 所組織的 反抗清廷的勢力 是不同的 黃興的華興會 張太炎 光復會 而孫中山 在夏威夷成立的 卿忠會 但是當這些革命分子 成王敗購 贏了就叫做革命 他們一起 做了一個同盟會 然後有多次的起義 從1895年到1911年 即是 客觀事實 當武昌打響這一槍 然後 就引起一個骨牌效應 好像塌上來 推倒整個大清的政權 那第一槍 在武昌的第一槍 和孫文是無關的 但是你不可以因為這樣 就說他回來 嫖蝕了革命果實 因為他是急叫他回來 要主持的大局 所以眾望所歸 整個革命陣營 就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 臨時大總統 就是孫文孫中山 是吧 另外 為什麼有些人抗拒 叫他做孫中山 我覺得也很無稽 他在日本流亡的時候 改了一個日本名字 叫做中山 Nakayama 但是 因為他是一個醫生 那些人就叫做 Nakayama sensei 當時革命黨 就是中山先生 其實是Doctor Doctor Nakayama 就是中山醫生 但是因為當時 在日本的革命黨 是相當之多 來自不同的省份 是吧 吳自暉 魯迅 一大堆人 是在日本 因為日本便宜 去歐洲便宜 去歐洲便宜 是吧 日本近 方便 怎樣也好 所以叫響了這個名字 就是這個代號 姓名是一個代號 列寧 本來也不是叫列寧 史戴林 原本也不是叫史戴林 但是問題就是 你既然叫他中山先生 以我寸我 是吧 Doctor又變了博士 那這個是一個稱號 所以孫中山 就有一個通行的名字 有什麼問題呢 中山先生 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了 我講回正題了 那就是說 宣文就任這個臨時大總統 這個是最初草創的階段 然後去到南北以和 清帝順位之後呢 他們的共識呢 就和清廷裡面掌握實權的 軍權的 就是軍隊的權力的 這個叫做袁世凱的人呢 就有一個協議了 那袁世凱呢 就任第一任的總統 中華民國的第一任總統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階段呢 就可以叫做 革命最初期 就是在南京的臨時政府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首都定了在北京 而袁世凱 是正式就任第一任總統 這個是袁世凱總統時期 The presidency of Yanchikai 好了 然後去到袁世凱清帝 他死的那段時間呢 是一個偏差 就是說短暫恢復的帝制 這個是中華帝國 但是那個呢 就和大清沒有關係的 好了 那袁世凱 崩潰了 其實呢 他是reverse 了 就是還原了那個process 袁世凱在他病死之前呢 就已經退圍 然後再 就是他 take the road 這些都是很笑話的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就是說 我現在不做皇帝了 我做總統了 行不行 那些人就OK了 你做吧 誰知道他不做皇帝 做回總統之後就死了 做回總統之後死了 就變了一個政治分裂的局面 因為袁世凱是一個軍頭 下面呢 又有很多軍人 這些軍人呢 就掌握實權了 於是呢 這個叫做軍閥時期 北洋政府軍閥時期 那時候呢 南北分裂了 即是孫中山是流亡 這些歷史我不說了 這些全部可以在維基百科都找到的 這些全部是factual 那就是說 在南方有一個革命政府 而南方的革命政府呢 是認為要透過武力去統一全國 這些東西的歷史是非 功過呢 就好像你說林肯 和當時的美國南方政府那樣 他們為了國家的方向 奴隸制度等等的分歧 使得國家分裂 大家都認為要透過武力統一 就是說 南方的政府呢 就說我們現在分裂了 我們不是你美利堅合中的那一部分 但是北方政府呢 就說不行 我們要維持Union 國家的統一 大家意見不合理 就打了 但是其實打第一槍是南方 怎樣也好呢 打贏了 那就統一了 就重新統一了 這個就是美國當時的歷史 所以其實你看回 沒有說對還是錯 這些是觀點的問題 你站在哪方面 川中山有他的理念 有他的治國的原則 他這些事情呢 也不是說空口說白話的 如果你看回他建國方的 三民轉移 五權憲法呢 這些事情呢 全部都是可行的 而且呢 又不是他創作出來的 是在英美的不同制度 和中國古代制度之後 將它綜合回來 是可以將它實行的 但是如果要實行這個理念呢 第一就是說 要北方的政府主動交出權力 第二就是說 如果你不肯主動交出權力 我們打過 贏了那個就是對的了 是不是 就是以 這個就是成王敗購 就是 打一餐 以前的西方都有這樣的觀念 很喜歡決鬥 就是怎樣呢 就是說 美國的開國延勳 有一位叫做Alexander Hamilton 涵美頓 他就曾經做過財政部長 也是那幾個founding fathers的其中之一 在19世紀的初期 跟當時的副總統布爾 有十幾年的爭執 他們說 我們都不知道誰對誰錯了 我們不如去決鬥吧 一人拿一支槍 找一個人做公正人 是不是 我們背對背 你看電影也看到 背對背走十步 然後轉面開槍 很多種對決鬥的方法 如果是牛仔片那些呢 就是面對面 就 兩隻手伸開 那支槍就放在腰上 然後呢 一聲令下鬥快拔槍 看看誰 是拔得快 誰射得準 有時候兩個都死了 那長話短說 另一個就背對背 然後走十步 轉頭 總之有個規矩 贏了那個就對 死了那個就錯 那這個賢美頓呢 就在決鬥裡面 就被這個副總統布爾打掛了 是不是 以前是 就是一個人 對一個人的對決 然後呢 成王敗購 是一種的機制 如果是一個政權 或者一個政治力量 和另一個政治力量 是打 打贏了那個就對了 那力 也是另一種機制 那孫文當時組織的革命政府呢 就說呢 我們要有自己的武裝 我們要武力統一全國 但是這個呢 不是唯一的選擇 始終這個會帶來國家人民的很大的傷害 很大的破壞 很大的生命的損失 美國內戰死了六位數的人 是不是 在美國立國之後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在這個戰爭裡面 死亡最多就是美國的內戰 是非常殘忍 非常血腥的 你看一下這個吉蒂斯堡 那個戰役 那個戰役裡面死了很多人 然後林肯發表著名的演說 你看看那個美國內戰歷史 是很腥的 很暴力 和很慘烈的 是不是 好了 那就說呢 孫文 和當時在南方的革命政府 就是組織了這個黃埔軍校有自己的軍隊 就是在孫文臨死之前那兩年的這個革命政府 其實他們不覺得和北京政府 是一定要絕對沒有別的選擇 要透過武力去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分裂 因為在孫中山臨死之前呢 他就是走去北京和他們談判 所以這個事實就是事實 當時的中國社會 孫文友或者孫中山或者中山先生 他是有很大的威望 很多人的信任 所以如果他隻身去北京和北洋政府談判 而是可以和平解決中國的紛爭 內戰是不需要打的 北伐也不需要打的 但是他根本就有癌症 所以去到北京沒有多久就死了 這個也是歷史事實 你不能爭論的 你喜歡孫中山你就喜歡 你不喜歡你就不喜歡 但是你不能歪曲歷史事實 好了 長話短說 即是說 就算南方的革命政府 他們當時在中國 在20年代 即是在二三年到二七年這段時間 他們都不認為 要中國的統一是武力 是唯一的解決辦法 所以 這個做法 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案 這個權力 我們就這樣看 即是說 在古代 權力 就來自迷信 來自迷信裡面的天命 或者宗教 就是神給你的 天給你的 還有 當你得到這個 迷信的 宗教的天命 或者神秀的 王權之後 你就透過武力去剷除那些 敵對的分子 那你就掌握了權力 但是這個是一個人掌握了權力 這個人掌握了權力 他就將它變成一個王朝 用一個世襲的制度將它傳下去 所以 你要改變這個權力 或者將權力拿上來 你一定要透過一些陰謀詭計 比如說 宮廷政變 或者一個真正的內戰 用武力去將它剷除 但是當然也有些 可以最後不用用武力 但是你用武力做後盾 是不是 就是說 說到這裡 其實中外古今也一樣 去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 其實就是因為 女兒和女婿 就是 瑪麗公主 和威廉親王 那是荷蘭人 他們背後 是有軍隊 和武裝力量的支持 所以 老爸不肯順為的話 他們就會打一場內戰 其實 在這個史超域王朝 一開始 就因為宗教和各種的問題 那個內戰 經常在政治分裂的邊緣裡面 才有克倫威爾的 短暫的獨裁共和 所以就說 你可以透過內戰 最直接了當的 就是說 好像決鬥一樣 我打贏你 我打死了你 我就拿了你權力 但是去到1688年 成功地建立了一個 馬麗和威廉共管的新王朝之後 經過一些思想家的那種 那種的反思 和啟蒙運動的先聲的洗禮 就覺得這種權力轉移不是辦法 於是 就頒布了這個人權法案 以及建立了一個國會和君主之間的制衡的 現代民主政體的初刑 這個就是和約翰諾克所寫的那些理論 是有絕對的關係 約翰諾克是陪著馬麗 一同在荷蘭回去英國登基的 即是在荷蘭流亡的新政權 或者在外面組織的新政權 他們其實擺在面前有兩條路 一是和爸爸打 一是透過一個談判 現在兩個都沒有 就是因為他父親自己走路 走路就將全國玉璽 英國不是玉璽的 總之皇帝的印鑑 在英倫海峽扔了下去 即是說他都沒有了規定了 即是說原本呢 在古代就是王權神獸 或者是愛太陽的後裔 之類的 這些事情去到啟蒙運動之後 那些人不信 不信的時候就沒有法子了 要開拖了 要打餐死了 如果打餐死 你經常這樣打不是辦法了 所以約翰洛克就搞了一堆事情出來 慢慢就在英語的國家 首先在聯合國那裡實行 建立了現代的民主政體 就解決了權力轉移的問題 權力就是這樣來的 你看回中國 第一個階段 現在回去 就是北洋政府 因為他沒有了那種 喪失了法制 本來是有的 這就是孫中山犯的最大錯誤 就是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時候 其實就是宋教人被人打掛了 這個很有可能是袁世凱做的 但是就算是袁世凱做的 當時袁世凱沒有掌握絕對的權力 有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 可以調查 究竟宋教人是怎麼死的 以及在宋教人死之前 國民黨的代表 在國會裡面佔了多數的議席 所以如果他用和平的手段 去跟袁世凱這個人爭持的話 那些軍閥就沒有機會 坐大 然後變成一個混戰的局面 變成有直系奉系院系 大家在這裡打餐死 而中國呢 統不統一 不要緊 如果中國變成二十個國家 都不要緊 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國家是可以沒有了的 但是如果你因為這樣分裂 而是打了這麼多年 死了這麼多人 就不值得了 所以就說 因為孫文太早死了 他在北京的談判都沒有展開 接下來又有蘇聯的參與和滲透 又有中共和國民黨之間的合作裡面出現的磨擦 這些我以前講過 你可以看《炎黃解讀》這本書 如果將來可以再賣的話 就說 國共之間有個分歧 然後去到1927年 將共產黨的勢力 在國民黨裡面用武力來清除的時候 最後在1928年 就不戰而行 即是說原本代表北京政府的權力標誌 本來去了鳳系渣莊 但是鳳系渣莊的老爸張作霖被人炸死了 兒子就做了一件名字的抉擇 就說我換了一支旗 我仍然保留我在關外的權益 我這個張家的權益 這些其實是不對的 不過這樣做 蔣介石就覺得沒問題了 因為我在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之後 這個原本鳳系的勢力 就變成了國民政府 或者中華民國的 loyalty 是一部分 然後慢慢 其實我覺得那件事 如果給他時間走 又未必不行 慢慢經過軍政、訓政 然後進入憲政 中國就可以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現代國家 但是你有一個階段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談判 不用再打了 我將這個青天白旗掛在北方 於是將學良用自己手上掌握的權力 正式解體了北洋政府 這就是和平的權力轉移 變回一個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變成了 第一個階段 是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第一階段 第二個是袁世凱的第一任總統 第三個階段 就是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政府的分裂 接著那個階段 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 中國應該在清廷解散之後 首次出現一個相對地穩定的統一狀況 開展了經濟文化的增長 這個叫做南京十年 這個黃金十年 我們客觀看數據 當時的中國的經濟發展 是在1949年之前和鴉片戰爭之後 一個整大段時間是發展得最好的 但是這個國民政府時期 就比1937年和日本的戰爭全面爆發 是將他叫停了 叫停了 接著那些就是一場內戰 而內戰又好像決鬥一樣 我敲一槍 你敲一槍 我打死了你 所以我就得到天命了 這個就不是一個民主的權力更替 成立了一個新的國家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他的首都在北京 這個是一個新的國家 但是中華民國沒有死 中華民國就去了台灣 所以中華民國的下一個階段 就是在退守台灣時期 退守台灣時期 就經過兩蔣的統治 然後在快速手下 就在蔣介石 蔣經國臨死之前那幾年 是開放黨禁 主動地進入一個民主體系鋪路 然後去到李登輝的黑金時期 李登輝的黑金時期 就加速那個去中國化 接著陳水扁 就將這個中華民國的實質 變成台灣國 然後去到馬英九 是代表國民黨 是復興 就將這個定位 去到一個文化中國 但是在對兩岸的關係裡面 他採取一個衰靜 或者甚至可以叫做投降 但是我們說 裡面的事情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藍綠之爭 我今天不是講這件事情 我日後才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兩蔣死了之後 去到台灣民主化之後 到今天 這個就是中華民國台灣的新階段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的新階段 由陳水扁 去到馬英九 再去到蔡英文 這個權力轉移 是已經正式地變成一個 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 是不是 那個名字 我們暫時今天不講 是不是 那個名字現在慢慢變 變緊了 中華民國 豁回台灣 變成了台灣 豁回中華民國 這樣變緊 但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 台灣這個島 再加上 金馬 澎湖 列序 這個地理管轄的地方 這個就是現代最新階段的 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客觀的事實 所以蔡英文的權力來源 就不是因為他和蔣介石 或者蔣經國 或者彭明敏 或者任何人 有任何的私人關係 而是他透過一個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裡面 是得到一個法定的權力 你可以拿走的權力 其實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公民來講 只能夠透過一個 在選舉規例裡面的定期的總統選舉 就是這麼簡單 無論你是馬英九 你是宋楚瑜 或者你是柯文哲 你是誰都好 你個個都是同意這個制度 這個就是現代自由民主 這個制度和現在的德國 現在的比利時 現在的法國 現在的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是一模一樣的 甚至比南韓還要好 因為南韓裡面也有很多內部的問題 即是他的完善度是高於南韓 高於日本 因為南韓和日本 在戰後 在冷戰期間 長期被財閥控制 那個民主選舉還沒有達標 還沒有去到西方最高的階段 如果說亞洲來講 那個開放社會民主制度 做得最好的 做得最好的 就是中華民國台灣 或者台灣故意中華民國 所以回來這裡 很簡單 你華春瑩 你華 你說 我尊重你的意見 你說台灣 是中國台灣地區 而 蔡英文是中國台灣地區的領導人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如果要拿走蔡英文的權力 要找另一個人代替蔡英文 做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呢 你只有兩個辦法 一個辦法就是在台灣裡面 透過一個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 在下一屆的總統選舉裡面 用選票來趕走他 這是第一個辦法 第二個辦法就是透過你的武力 強行打進去這個地方 然後用武裝 消滅 現在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是第二個辦法 沒有第三個辦法 OK 所以這件事情 就說 如果華春瑩這麼在意 是要爭論蔡英文的權力 或者你不滿意她 稱呼道寡 說自己是國家元首 你要拿出實際行動來 如果你可以做到這件事呢 這樣 而國際上又坐視不利呢 台灣就會正正式的主權 主權是被北京拿走了 至於這樣的做法 能不能做到呢 我客觀的分析 就認為 中共是沒有能力 沒有膽量 是用武力去統一台灣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但是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如果民主黨上台 我們根據過往的資料 當希拉里做國務卿的時候 美國對於萬一 中華民國台灣受到武力侵襲之後 他們怎麼看呢 他們會有極大的可能 是坐視不利的 所以這件事仍然有一個可能性 那就要取決於11月的美國大選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Cyber 的時候 來��教 都什麽 都什麽 在獄 衢